通过AI判别道路现况 在准确时间点养护毁损路面 透过安装在巡逻警车上的AI巡防设备 精准扫描路边车牌救出可疑车辆 在智慧城市展的桃园主题馆区块 桃园各局处官员把握机会跟副市长苏俊斌说明 AI科技导入例行任务的现况以及模拟成果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可以跨局处合作 发挥辩明执法创意 此外消防局跟交通号制连线 也可以让救护一路通 及时抢救市民朋友的性命 智慧科技在桃园的应用 那不只是未来市 其实是现在进行市 那包含我们对环境污染的判定 空气水质的判定 或者是消防可能的一些需求的检视 那甚至是市民常常打电话1999 那我们利用AI来协助判定 都可以让我们更节省时间 更准 其实就是更有效率 苏俊斌也参访了其他县市 以及民间厂商的智慧设计 期盼官民未来能够携手 优化更多的智慧合作项目 让市民服务更有竞争力 近新闻综合报道